一個代理運母 在我們國內也有情依也不合法 相關的法案 常常歡迎已經放八年了 衛生宿最近是這個希望可以找到 該關的方法 先為頭代代社會黑板 這個公民心意會議 卻對三大情依先來討論 甚至到海外找代理運母 因為在臺灣代理運母經濟已經很多年 臺灣生宿發出案 經加載離婚姻拖了八年了 有人就會怕有商業中介 會造成這個剝削 使得代運的費用提高 讓經濟情況比較不好 沒有辦法使用代運的服務 哈佳表示 國建局 利空空四年白衛途代代辦理 臺灣制度公民心意會議 當時最初有條件開放的共識 還建局要根據結論 制定臺灣生宿發出案 包括像個小孩的人 必須反正是已經結婚的女兒 相後的情宿亂住必須有受我們能力 臺灣制度國籍是本國人 他必須是有匯應的行為的條件 不過有人認為這是最嚴重 因為目前臺灣生宿發已經接受關情宿 關亂住 今年言聲臺灣制度可以關亂住的正義 有關於醫療的這個決策 如果是小孩的這個健康跟孕母的健康 發生了一些衝突的時候 該誰來這個決定 還有代孕者 他的一些身體的一些自主權跟隱私權 這個都是一些正義的一些問題 對此國建局表示 國國在討論臺灣生產的時候 也要南邊有不一樣的意見辯論的情緒 因此這兩天 國憲安公民生意有必會議 希望透過一個客觀民主的公民參與機制 找到臺灣生宿的立法共識 並且在這裡就交給提出結論 來給國建局做參考 現在給我報道 拜拜